90年底选举投票倒数剩下33天的时间 今天要带您看台中县的选情 台中县是标标准准的蓝绿大对决 而且是现任蓝军的黄仲生 与地方农会出生的地方基层人脉关系 对上了从中央紫光参选的邱泰三 可以说是中央这个资源 以及地方人脉未来的大对决 齐海通洋洞算生此机比落 国民党台中县长参选人黄仲生 从目前接受支持者的欢呼 竞选人任他不打偶像牌 打的是正极牌 中科我认为很重要 所以我就跟胡志强市长两个合作 怎么样去努力招商 怎么样把县市的这个优点讲出来 整合台中县山海豚猴皮两派的势力 黄仲生以一个无情能会总干事 在上一届竞能打败当时现任的廖永来 以黑马的姿态杀出重围 让很多人跌破了眼睛 只是年纪稍长老人制线 也是黄仲生被批评的弱点 可能是个性使然 市政魄力不够 人士决定拖拖拉拉更是遭人诟病 不过黄仲生强调 凡是看的是结果 过程倒是其次 不过抓住弱点展现优点 绿营打的是年轻清晰的形象牌 推出邱泰三 年轻有铁力 有学室有远见识 邱泰三阵营的推销点 针对山海团还有幸福 三分三专案 三线地区来设置 一个产业科技的走廊 三地区 末日的码头 和情人的海岸 我们可以来设置我们的体育园区 当过检察官和律师 两届的立委 还是阿扁清典的政务官 邱泰三这回下乡参选 希望以增开英纳刻苦耐达的精神 赢得选民的青睐 直视年底选战 绿营能否光复师徒 还是国民党能够保足江山 虽是未知数 但可预期的是 蓝绿对决战况肯定是相当激烈 台新闻新闻的五辅电台中报道